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说说日本这个核废水的事情 现在日本火了 为什么呢 日本据说要排放上百万吨核废水进入大海 流毒全世界 很多人一听都慌了 都感觉很愤怒 我能感觉到这个愤怒是真的愤怒 但是呢 现在新闻行业断章取义了很多 我们虽然关心我们生活的安全 生活的环境 但是我们也不想被人像傻逼一样 被耍了 被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呢 您说是吗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讲事实 摆道理 讲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日本这排放核废水 是不是危害全人类 是不是没有公德心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好 那么说实话呀 砖头前两天刚看这题目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很愤怒 大海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你们怎么能够 对吧 为了一己之私 核废水 排入海洋 危害全世界呢 我愤怒了大概有十秒钟左右 我突然转练一想 不对 为什么呢 你想想 美国跟日本隔海相望 隔着那太平洋 但是太平洋它是有洋流的 也就是说 如果它在核废水真的有足够多的威胁的话 美国第一个就会跳脚跳起来 你看美国这帮人 美国人很惜命的呀 对不对 它不像咱们中国人 吃变元素周期表 美国稍微有点 它都不行 所以说 我觉得这事里边有猫腻 但是我百分百确定 我开始找资料 查数据 我一查 这事里边猫腻大了 所以下面我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 然后我们再进行论证 我告诉大家 福岛这核废水根本不像有一些 别有用心的媒体和自媒体宣传那样 它里边有很多的细节 根本就没有披露 所以这一期节目 包括这个事情本身 也能够成为观众朋友们 您来区分 别的不说了 这些官媒咱们不说了 就说自媒体来说 哪个 不是我给自己脸上添金 哪个自媒体是真心 就是说说事实的 哪个自媒体就随便网上随便搜点数据 就舔着大脸 跟着叭叭叭 就胡说八道的 您到时候就能有分辨了 好 首先作为背景知识 专头咱们得三言两语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次核废水这么引人关注 因为核废水 核废料这些东西 跟垃圾不一样 跟原油不一样 跟这些工业废水也不一样 放射性东西 它的半衰期非常长 有一些动不动 有的上百年 有的上千年 那这些东西排到海里以后 它被植物吃了 被动物吃了 存在体内 人在吃了以后 不仅会致癌 还会致死 有的还会传给下一代 所以你一样排到整个海里边 不像那工业废水 它就稀释 它就散了 放射性物质 它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东西 它并不能被水有一个冲稀释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玩意儿 流都无穷 很多人都很关注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次日本它排放的到底是什么水 首先我跟大家讲 日本这次排放的这120万吨废水 它是经过处理后的核废水 不是原装的核废水 要知道福岛核电站2011年出事了 如果它想排就早排了 对不对 你想想 各国都有核电站 谁家核电站运行的时候 要准备120万吨冷却水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福岛这一下蹦出120万吨水来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不正常 所以咱们得从头来捋这个事情 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泄漏事故 它的泄漏事故跟之前那个著名的老毛子 那个核泄漏事故是不一样的 当时俄罗斯那个事情出事之后 官方采用某些国家非常熟悉的方式 捂着 掩着 导致周围已经扩散了 当地有军人接走了一些权贵的这些官员的家属 老百姓自生自灭 所以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和人间灾难 而日本福岛这次 它的整个核设施的安全壳还在 这个安全壳是由一层两米 不是两厘米 不是两分米 是两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安全壳 保证了辐射并没有大规模的泄漏 这个东西就保证了核泄漏 没有大规模的扩散 但是它里边出问题 里边有残余的燃料磅 它一些核废料 这个东西还有高浓度的致命的物质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为了防止它爆炸等等也好 核反应堆就往里注水 注入水进行冷却 这就是最开始的核废水的由来 因为这些放射性物质 它是微观分子层面的 我们肉眼都看不见 它溶于水之后 这个水就很危险 你看着没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喝了摸了甚至接触到了 都有可能治病都有可能治死 好 可是呢 如果只是这个往里注入核废水的话 冷却了就完事了 它已经反应停止了 对不对 那怎么会有120万度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呀 别着急我给您说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天要下雨年要嫁人 2011年出的事到现在整整10年了 这陈一迅又是10年了对不对 这10年了天要下雨啊 这雨水经过这个土地等等 如果受到核污染的话 雨水扩散出去 雨水里边带的这些核物质 它也会荼毒生灵啊 也是流入大海啊进入土地啊 整个这个福岛县的地下水 就都完蛋了呀 所以为了基于这个考虑 日本政府当时做了一件事情 你们来看这个图片 那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圈 这个红色圈是干嘛的 这个红色圈是日本政府围着核电站 它打的拦截桩或者是拦截墙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东西 深深的盯入地底之后 通过这个地下水层 把这个有可能渗水的核废料 分为三层都圈起来 中间最里边一层 在中间一层 在外面一层 三层隔断层 防止这个有核废料的这个污水 这个核废水通过土壤 渗透到外面 渗透到海洋里边 这是第一层保护 把这个水隔离住 第二层保护 你看到这里边这个绿圈 你看到了没有 这个绿圈就是这个政府机构打的这个水井 他们专门打的 目的就是把这个核电站范围内的这个地下水 包括雨水抽出来 然后呢 最上面那个黄圈看到了吗 只有一个黄圈 那个黄圈 我给你们放成那个真实图片 你看到了没有 这也是我在日本方面找的图 非常宏伟啊 这一个个圆罐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120万吨废水罐 哎 他把这么多年 十年积累的雨水 人家都给抽出来 抽出来 存到这罐里边 就生怕这雨水污染环境 你看看这个核废水罐这个规模 相当壮观 你想想这里边全都是废水 所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人家日本人想往海里排放 爱死谁死 死道友不死贫道 人家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 人修这么多东西干屁啊 闲的话 直接往海里排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他不说我没有 我没有发现任何什么东西 那不就省事了吗 人还费着事干嘛呀 你说到这了 有的网友肯定会质疑 砖头 你不要小看日本 日本人特别坏 啊 日本人他们假装一边修这个 出水罐 他一边偷偷排废水 你知道吗 你怎么能想起日本人就没有偷偷排废水呢 哎 问得好啊 这个东西就跟那个有人怀疑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是来自于实验室是一样的 你说来自于实验室 他说没来自 你说排放 他说没排放 怎么判定了很简单 第一次验方检测呀 对不对 你请人来测一测周围的海水不就完事了吗 当然你不能等一年以后啊 一年以后就不好使了 对不对啊 好 好那么第三方说曹操曹操的 人来了 哪个第三方呢 是国际公认的啊 就类似于这个啊 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 于这个国际上地位一样 他这个叫国际原子能机构叫IAEA 值得一提的是 人家并没有说这是吧 这个隔一年再来 人家从2014年啊 到这个2019年就截止到这个目前这个数据啊 人家从短短这些年之内人来了九次抽查啊 化验提取整个日本海周围的水域 尤其是这个辅导周围的水域进行了检测啊 检测的数据标准 我们来看图 那么图中这个红线是世卫组织人家定的标准 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水符合实用标准 没有人真蠢的喝海水啊 说一下免得有杠精 这个就指的是可以经过海水淡化等等处理 这个海水是安全的 这是这个红线 而日本周围的海水 它的标准它的辐射量 看下面那个波状线了没有 都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都处于安全线以下 日本没有往海里头排这个污水 好那说到这了 又会有人提出疑问了 他以前是没排 可现在不是准备排了吗 这不还是会伤害我们吗 说得有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这次排放的到底是原始的废水 还是经过处理的废水 那么经过我的查证 日本它要排放的是经过处理的废水 这个处理不是简单的处理 而是经过一个国际认证叫ALPS 叫经过多种设备处理 巴拉巴拉完了之后的一种设备 这个设备专门处理这些核废水 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它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或者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那么在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高高的橙色柱子 这些柱子下面是七种危险的放射性元素 橙色的柱子代表的是没有经过处理之前的 就没经过处理之前 它的高度和浓度是这个橙色的柱子 然后下面有条红线你看到了没有 这条红线是国际规定的安全基准线 你可以看到在没有处理之前 这个橙色柱子 就是这个水里边这种微量的这种 放射性物质 它的浓度有多高 危害有多大 那么旁边你肉眼几乎看不到的 那个蓝色的那个小条 是经过处理以后的 这个放射性物质的含量 你看到了没有 几乎看不到的小条 对 所以这个是经过处理后的水 远远低于这条安全的红线以下 所以这样的水即便是排到这个大海里去 也是国际公认的 当然肯定是比布牌强对吗 但是也是国际公认的 对人类没有危害的 同时我手里还有一些数据来证明 日本尤其是福岛周围它的辐射含量 我给你们念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福岛线周围的 有一个叫做南向马市 这个市距离核电站只有短短的24公里距离是最近的了 那么它的环境辐射值为0.06 威西沃特 什么意思呢 国际标准里边 它的安全数值是每小时 0.1 0.1 安全标准的 好 说完这些之后呢 咱们再来说回日本这些事情 有人也会有奇怪 为什么之前储水罐处得好好的 你现在要突然要排放呢 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 这个事是这样的 储水罐再多 它总有会满的时候 日本那个地方 大家也知道地少 人多 它是非常拥挤的 没有多余的空间再建新的储水罐了 所以根据目前来算的话 2022年 这再建的这这么多的这个储水罐 就全部要爆满了 所以必须在2022年之前想出办法来 那么现在呢 刚才我之前提了 它这个ALPS经过处理之后 几乎所有的这个放射性元素 都能符合到一个安全处置 但是唯有一个物质 它无法处理 叫做什么呢 叫做穿 怎么写 一个气字头 下面一个山穿的穿 这个放射性物质无法处理 那么关于这个穿的资料呢 我也查了一些 我再给你们念一下 首先穿这个东西啊 是氢的氢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 在地球上 它是广泛存在的 据统计 每个人体内都有至少100单位的穿 那么经过这个测试 穿虽然会发送这种这个放射性射线 但非常微弱 微弱到什么程度 微弱到你拿一张纸 A4纸 就可以隔离穿的这个这个这个辐射 所以放射性很低 那么经过统计呢 特别有意思是这点 经过统计 现在福岛的这这么多罐子里边 这120万吨核废水中大概有多少单位的穿呢 听起来很吓人 有一千兆单位的穿呢 一千兆 我们最高一般是用到一 它是一千兆单位的穿 以兆为单位 可是呢 听起来吓人 实际上呢 全世界 我跟你讲 全世界不是日本有核电站 对不对 其他国家的核废料 每年排放大海里的数字 我念一念 你能吓死 你比如说 英国有一叫谢菲尔德的处理厂 日本这是积累了十年 有一千兆单位的穿 而仅仅这个谢菲尔德处理厂 在2015年 就向大海里边投放了一千五百四十兆单位的穿 而且要知道 世界上我说了 不是只有日本一家有核电站 全世界 你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比较重要 等会我会把这张图片放到我的推特上来 你们可以去自己再去看一看 你仔细看它后面的数值 它指的是当时统计的排入海洋的穿 还有这些放射性的含量 你看看日本福岛在发生事故之前 它总共每年大概排放是2.2兆的穿 每年 而某个现在铺天盖地 在宣传日本不要脸 日本如何说坏的国家 咱们不点名了 他们国家的这叫大亚湾核电站 每年向海洋里面倾泻42兆的穿 也就是说 人家一年顶日本福岛如果不出事故的话 排放超过20年 你排一年等顶人家排20年 而经过专家统计 日本福岛现在储存10年的核废水 全部排放之后 日本附近海域 它的这个穿含量最大会提升到多少呢 会最大提升到每升海水里面 1100单位的穿 就提升的最大是1100单位 而WHO的饮用水标准 它的穿含量是不超过每升1万单位 也就是说 就算这120万吨废水全部排空之后 附近的海水依然是国际要求的 WHO要求的饮用标准 就是生活用水标准的十分之一 依然是安全的 所以说基本砖头查到这些效益之后 我就非常放心了 我觉得这个基本就不会给全人类 像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填上脸跟这说 日本往水里放东西 完了以后将来全世界都变异了 全世界长出各种大怪兽来 想什么呢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日本敢这么干 是本国民自己就跟政府过不去了 而且别忘了周围还有韩国呢 对吧 大昂彼岸还有美国呢 美国就跳转跳起来 所以说既然这么多国家 包括国际第三方机构 是一个原子能机构 是吧 进行监测都认为没有问题 而且是持续这么长时间没有问题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相对来说是可以信任的 而且啊 关于这个核废水的这个废料呢 它其实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地下深埋呀 或者是通过这次说啊 排到大海里面去 还有什么呢 还要经过空气蒸发呀 啊等等 我把水给你煮干了 哎 这蒸海水变成水蒸气了 排到空气中 有几种方式 日本的专家经过了严 就是说严格的考证 查询讨论之后 觉得说比较倾向于把水排入大海 为什么 有时有些脑残啊 明明人家选择是对中国更好的方式 你非要选择那个对中国更有害的方式 我给你取个例子啊 就说眼前这事吧 把这个核废水通过蒸发排放到空气当中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排放到空气当中 你是看不见这水了 可是空气中那个放松性威力还在 随着季风也好 随着空气流动也好 它散的哪儿都是 它更加不可控 明白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 没准下次中国北京再刮沙尘暴 刮的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沙尘暴了 刮的可能就是河沙尘暴了 你愿意吗 你嫌的蛋疼啊 对不对 因为明明经过处理之后这个水排到大海里面去 那么多国家都在排 要倒霉 大家一起倒霉 谁也没好 这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人类的科技在不断的发展 也在不断的进步 当年一直认为核是一个清洁能源 对不对 可现在看来 烧煤烧炭这些东西好像似乎比核更安全 所以科技总是不断的进步的 而科技不断进步 我们人的思维 我们人的意识 也要不断进步 千万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别人给你嘴里喂屎 你就张嘴啊啊 那跟那吃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心里必须有一个数 如果说 在我查资料之前啊 我就想过 如果说日本这一次真的是 就是说大逆不道 以这个人类治人类安全于不顾 我第一个啊 这个美国我住的离华盛顿比较近啊 有那日本使馆啊 拉赫夫抗议去 对不对 凭什么呀 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 可是经过查资料 他不是 所以有人肯定我知道 即便我这么说 还会有人来出来跳出来喷 你就是给日本洗地 你不要脸 因为他那个脑子 他可能就只能认识这种 除了仇恨 他装不下别的东西 我们这个节目再次重申 再次强调 砖头咱们的节目是属于求真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们绝不愿意给别人当傻逼使 不愿意给别人当枪使 好了 那今天关于这个日本处理核废水事情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这是一个网络智商测试的机会 也是测试各种自媒体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的观点仅代表我自己一家之言 您有认同的也肯定有不认同的 所以呢 欢迎大家评论 把留言写在这个评论区里边 咱们在评论区进行一个交流 有不同意见 有我说的不对地方 也欢迎大家给我指出来 如果是对的话 我就及时进行改正 好吧 咱们欢迎合理讨论 不欢迎无脑脑残喷子 好了 现在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